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这个族群是跟着大盘一起跌 大盘都已经回神了 他们比大盘跌过头 但是到底会续跌 还是有机会反弹 据成怎么分辨 好我想在这个实验当中 因为大盘在上一波跌的幅度 其实是蛮大的 我们也帮大家统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大盘在上一次7月11号到8月6号 这个过程当中 短短16个交易日 总共高低点差了4754点 跌幅19.5个百分点 差点进入熊市 差一点点 但是有很多股票 必须要强调 它真的已经跌了比大盘还要更多 我等一下会带出几家 它总共大约是跌了将近40几个百分点 你说肌肉快要腰斩 对 没错 但是呢 我要先跟大家讲 那些可能跌深的股票也就反弹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 大盘你有些 毕竟要大盘带动一下 那些本来有基本面的公司 差彩公司在跌深之下可能被挫杀 可能慢慢振作上来 可是呢 这个在斑断大盘 是到底是跌深后的逃命波 还是说要未来进入新的多数行情 我想技术面的部分 那个魁国大哥就行了 那我们跟大家报告这个总经的这个区块 那现在总经告诉我们 大盘以后是不是只要不要再出现 在我认为啦 如果只要美元跟日元当中的利差 不要太过于再接近 那导致这套利交易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觉得台北股市 未来要再破上市那19000多点 那个地点的几率其实不是很高 那换个角度来讲 假设这种条件的话 我们看产业 因为像往后看的时候 大家之前看到很多大盘的公司 都跟所谓的AI 讲到AI现在大家开始会 就是一个奇怪的AI 好像到底是行还不行啊 AI好像就是以前很好 那现在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 还是说真的AI后面 那些支架中心 因为投入以后不符合成本 收不回来 我告诉大家 我们统计的结果 资料中心的业者 他其实不会在意短期 可不可以回收成本 他更加看重的是 谁能在AI的领域取得主导权 这件事情我认为 其实从刚刚我们上一段 在看台积电 在世界各地在建厂 就已经可以感受到 其实各个东西 大家都在努力 在AI领域取得主导权 所以AI的相关资本支出 不会减少 那供应链的订单 自然以后也会慢慢再增加 所以这段时间的一个下跌 尽量我们往相关后面产业链 与整个资料中心 还有包含相关的一些 以后AI的应用的公司 去找出这个次产业当中 比较属于有地位的公司 你就会发现到 他们有补涨的机会比较高 好我们看下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跌三反弹的潜力 我们列了几个重要的要素 总共三个要素 这三要素当中的第一个 要比大盘先前修正的时候跌幅还要大 所以我们找出了超过40%的个股 就前那一波 大盘不是跌快20%对不对 我们跌幅高到低跌了 将近40%以上 各位等一下看到不要吓一跳 有些是大家很熟的 再来第二个是基本面没有明显的利空 或者中长期的营运它不受影响 而且是可以长线保护短线的作用的 好再来一个就是营收跟获利 还有往上的空间 那最好是今年明年获利都还有机会在成长 所以大家会发现得到跌的多没关系 但重要是它的未来要能够有成长的机会性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帮大家筛选了几家 第一家叫做高利 那高利的部分呢 讲到高利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就是那个 跟一些热能还有交换器等等的 就是生产燃料电池的区块 它以前就从Google生产燃料电池 后来越来越知名 那现在呢我告诉各位一个关键 其实想到高利 大家就说之前好像还蛮知名的股票 蛮强的不对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一波竟然当时是跌了43.7个百分点 那跌这么多之下呢 今年目前EPS我们大概估可能6,64元 那明年可能有机会到12.13元 所以这成长性是比较得出来了 那成长的理由在哪边 因为燃料电池的渗透率在提升 资料中心 绿能 车用 电力设备的需求量 我相信这些大家都不会有疑虑 在未来几年那一定是需要持续提升的 再来它最重要的这个Hotbox 也是热燃料电池的这一个交换器 因为它今年是主要动能 成长量上看40% 那这个Hotbox是本来高利最重要的一个营运方向 但是高利也有一个新的方向 叫做水冷散热的CDM跟CDU 那这个毛率其实上看30% 那营收的占比有超过目前大概10%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会慢慢的爬升 我来告诉大家 坦白说我觉得这些公司就是因为本利比之前太高 所以这一波才会跌得这么重 那因为本利比太高跌得重 现在反弹起来 说句实话 刚刚驻华一开始也说了 几乎都是比较低价股 现在比较热门嘛 那这种成交量 这种以前大家觉得本利比不是问题啊 反正只要跟资料中心 只要跟AI有关系的都很好啊 对不是只有它 等下我们看到可能还有双红和其他公司 可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这样的公司 如果你以长期来看 我请大家以长期来看 那这个时机点到底是不是最好的位置点 我不能说一定是 可是如果就跌升的角度来抓反弹的机会的话 我建议大家我们配合到技术面 技术面这些相关的均线压力其实都存在嘛 但是最重要的 以它以前这种相对成长性高的公司 都有个特色 那叫做月均线要往上走 所以我今天大家报告完以后 不是跟大家说明天马上你就非买不可 你最好是看到这些公司 当他们有月均线可以往上再走的时候 记住是月均线 往上再走的时候 这些公司基本上就代表后面的营收 每个月慢慢要缴出佳音来了 一定要记住讲这个关键 所以意思是说从技术面来操作 等这个月均线开始往上的时候 来考虑进场的时间点 那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就是 因为它跌升有跌升的原因 然后还有基本面的一个理由 好那我们看下一个 来联雅 那再来联雅 联雅的部分呢 这个我想祝海一定会说 难怪 去年 今年股可能没赚钱 还一百多 那明年可能2.05有成长 这样子本利率不是很高吗 是没有错 可是像这样的公司 现在在台北股市超级多 真的是超级多 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 到底这样的公司 是经过跌升以后 它有没有机会 一样又返回正轨 来它的题材 好 其实上一波联雅 那时候我记得曾经也蛮强的 那最主要的题材就是 北美资料中心业者增加了 800G细光雷射的需求 那中国大陆新客户7月开始 那时候就有在采购800G的雷射 那目前8月开始 大约会小量产1.6T的产品 规划明年会有显著的 比较贡献营收 因为毕竟是增加一倍新的产品 可是这家公司 我们也必须实在告诉大家 要留意一下 因为中国大陆的电信业者 库存水位是比较高 目前是用集单的方式在下 所以前一波在下跌以前 它涨得比较强 有很大的因素 是因为这个集单的因素 那订单能见度 如果可以提升的话 是会带动出货量 慢慢在今年明年会有成长性 那股价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其实涨得也就是这个样子 跌了这样子的股票 那我是认为 这个样的公司 应该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刚教大家 月均线作为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逻辑 但如果月均线没有起来之前 记住 如果有这些公司的朋友 万一你谈个地方 你觉得 怎么抓压力 怎么抓 就是说卖掉的一个实际点 各位请记住 反弹到出量的时候 当它现在都 反弹过程都没什么量 对不对 反弹到出量的时候 记住那个时候压力就来了 这要特别重点 找压力点的一个好方法 好 再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双红 双红呢 前波高低点的跌幅 40.8个百分点 那EPS虽然今年 大约预估是24.55元 那明年大概28.91元 那我认为 以600多块来讲 真的要说这个本力比超级高 也不能全然算是 而尤其你现在距离 我记得上一次 它那高点在 在比较高的时候 那个外资啊 目标喊得好远啊 那现在距离差这么多 那我是认为 毕竟它有 它在整个水冷散热的一个地位 我建议大家 因为水冷散热 现在的产品认证阶段 已经持续有在做了 那毛利率大概40% 明年预估量产 全年的营收占比 大约可达到20% 那受惠PC换机槽 商用电信需求 散热模组 ASP的部分 这是另外一个区块 你一个区块 是看这个就是AI的伺服器 AI伺服器 那另外区块就是看 消费型的产品 那我个人认为 当然AI伺服器以后看的是重点 那这家公司 我们给大家快速看一下 它的K线图 其实结构上很明显 也是跟大跌升以后 现在反弹起来 那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这家公司 在未来越均线 有向上翻转的时候 很重要的 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它现在距离之前 除息的位置点很接近 那其实你们发现到 大部分这一次跌很深的股票 它们很多都还没有完全填息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家公司 今年最不好的 要过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所谓 技术面翻转 跟填息上来的讯号 当它填息成功的时候 我估计 应该这家公司 就会开始转强了 没有这个完全填到 或者说完全做 整个技术面转强之前 各位就是一样 保持一个区间价差操作 我问你齐鸿跟双鸿 你比较看好 谁的反弹力道 好 齐鸿现行也打一下 打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散热双熟 如果要说的话 我们刚刚也讲了 很够有先除权除息 有先赞助的公司 我个人觉得齐鸿应该是比较恰当 那齐鸿 其实我觉得各位要注意的事情 它实际上讲起来比较低调 真的要讲到齐鸿的散热 各位你们知道它的品牌名叫什么吗 其实大家没解释 可是它全部藏在那些 GP200的伺服器的机会 我们有调查过 GP200的那些柜子里面 很多都是齐鸿 没有贴牌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G200出货 它一定会有机会 我觉得柱华文章问题 账 OK 给大家做个参考